只因为自己心情不好 这男子居然在脸书留言说 他要去捷御站做大事 这名陈信男子跟女友吵架之后 在脸书留言说 要做一件会上新闻的事情 强调自己报复 地点就选在回笼捷御站出口 消息曝光之后 警方不敢大意 寻宣约谈他道案说明 他非常懊悔说 自己只是宣泄情绪而已 脸书上留下一张张 和女朋友开心的合照 看起来感情甜蜜蜜 但陈信男子却在这个月四号po文 我真的快没有活下去的念头 我真的无法失去你 为了你 我已经输了我的全世界 甚至还留言预告 我要做一件大事 会上新闻的大事 我要报复 地点就在回笼捷御站一号出口 警方不敢大意 两小时后随即将他逮捕 陈信男子到案后辩称 因为和女友吵架心情不好 所以为了宣泄情绪 才会po文想引起朋友的关心 没有要伤害其他人 每道道事情会如此严重 自己也很后悔 心情不好 又在捷运站等朋友等不到他 所以心情想要抒发 所以在网络上po这件消息 讯后警方以恐吓公众安全罪 将他送办 一时冲动 脸书乱留言 引起民众恐慌 感情问题没解决 还得背负刑事罪名 因为自己只是随便说说 没想到这下真的让自己上了新闻 记者汪金福新北市采访报道